让爱甜甜祝你家 让爱甜甜祝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今天 带给大家接下来的我爱我家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呢 我们再一次为朋友们邀请到 Charlie Brown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今天会和Charlie呢 对于在房子方面 我们居住的房屋的维修保养 还有这些问题的处理方面 我们和Charlie一块来讨论 一块来让大家能够知道 在自己的屋子自己的住房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产业方面 如果有一些小问题 有一些问题 你要怎么样子来处理 是立即马上要找专家 还是你自己可以DIY 欢迎朋友们不要错过 好 让我们欢迎Charlie Hello Charlie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啊 非常的久啊 而且Charlie要麻烦你声音 要稍微靠近一下话筒 稍微远了点 小了一些 我们今天来讲那个Solar Panel好了 太阳能板 对太阳能板 因为好像几个月前我们有讲到这个 对 可是现在因为什么东西都贵 Especially那个油钱 你知道每次我家那个油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好像在流血 我也一样啊 我们大家都一样 加油的时候就心碎了 这个心就在bleeding 是啊 是啊 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用太阳能来弄我们的电 OK 这个太阳能就是你如果想要装的时候 我们不要考虑到ROI好不好 不要考虑到那个return on investment 因为太阳能就是第一个因为是material material就是有一点贵一点 所以material在前面就要先付了 OK 所以我们先不要谈ROI OK 所以如果你装这个太阳能的话 OK 你第一个可能要先找一个公司 公司不会倒的公司 因为我们最喜欢就是warranty嘛 对不对 如果东西坏掉就你要来免费帮我修理 可是呢 那个公司如果打的话 怎么打怎么打 现在可是现在solar panel来讲的话 太阳能这一个虽然已经在推广 但是真正在这一个feel里面 这一个business里面够久 有这个history reputation好的公司 so far好像还没怎么看到啊 还没看到 可是president biden好像要push 这个美国自己造这个太阳能的panel OK OK 他有好像有要往这方面走 OK 可是呢你如果装太阳能很好 OK 可是呢你一定要加那个power bank 就是他可以你自己家里面有那个battery OK 因为你如果太阳下山以后 你没有装那个battery 就没什么电 OK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子 他们也有买那种电的车子 OK 可是他们晚上就是可以开冷气做什么 都平常因为他们有power bank 可是呢他们在charge那个车子 是在早上charge的 OK 因为这样子不用电把它拿走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这样 他们是在早上charge他们的电 电车子 OK 所以这样子就不会把你的需要用的电 把它拿走 晚上拿走 因为晚上 你如果全部装太阳能的话 晚上没有电就没有电 可是大部分装电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一个电的公司 万一不供电的时候 他们还可以拿那个 我们traditional的电的公司 OK 是 所以装这个太阳能 装了以后我们最怕 我们当inspector最怕的就是 因为他要装在屋顶上面 屋顶上面 他装的屋顶上面那边 有可能会漏水 OK 所以他们装的时候 你要特别问他们说 他要怎么装 有没有什么seal 如果是用calking的话 OK 你知道我们的德州 热天气跟 我们这两个season 热天气 然后冷风下是冷天气 所以两个season 如果温差太多 因为那种professional calking 也是算塑胶而已 所以一边是很热 一边是很冷 很容易就是会退化 所以看有没有别的 像他们会不会装flashing flashing是那种铁板 还是比较可以能够撑这种温差太大的天气 OK 所以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make sure那个公司可以给你那种很长的warranty 就是可以last a long time OK 因为如果漏水的话 你要保证他们可以修屋顶 他们可以保那个屋顶保漏水还是怎么样 OK 所以那个warranty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就要有那个panel OK 那个powerbank的panel 因为就是刚刚说的嘛 太阳能板 对 然后就装在garage里面像一个大电池这样子 哦 OK OK 对 那叫powerbank OK OK 所以这个房子是这样 OK 就是用太阳的免费的energy来 来让你吹电风盛 让你吹冷气 这些东西 对 OK 所以这是房子而已 OK 就是电车子 OK 嗯 电车子你可以charge 好像台湾还是在亚洲那边 有摩托车 他们可以换电子 因为摩托车很小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电子玩 你就可以去那个station 就把那个电子拿出来 就把它换一个电子 又plug in 又可以跑 OK 可是我们车子还没换成这样子 OK 可是呢 我是想 如果车子 如果车子可以 上面也有solar panel的话 对不对 是 这样子就可以 OK 那是我的希望 可是那跟房子无关 可是这个是跟solar panel 这就是我的想法而已 这是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 也许梦想很快就可以成真了 是啊 因为你知道吗 有一个公司叫做Tesla Tesla另外一个方面 不是坐车子而已 另外一个方面是做solar panel 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但是我们车子就不用 万一跑200mine 200mine其实只是两三天就要charge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天天在那边charge 我想马斯克会很高兴跟你讨论一下 我没有在推什么公司 或者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Oh that would be awesome 那我们还不如在你这边 你要不要开个公司 我们看跟你买股票好了 好 所以那讲到这一个solar panel 这个太阳能板 这个刚才Charlie你讲的这一些 我想我们尤其是公司 这一个公司 它的history 它的这个reputation 它的可信度 是否它有那么 它是值得我们信赖 因为太阳能板 现在来讲 我个人是感觉上 我们一般传统的 traditional的 就traditional的这个店 很多的公司 不管是这个green 什么green champion 或者是这一些大的 这些公司呢 就是电力公司有好多 我们可以跳过来 跳过去这边没有了 那边断了 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足够的special的 这种skill for的 这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来帮我们做处理 来repair或者来做处理 可是太阳能的话 这个solar方面的话 公司没几家 会懂得可以处理 这些问题的technician也不够 但有问题 如果这家公司 要是没有选好的话 它给你一拖两个月 三个月 那你不是耗费更多的 更多的电费 更多的钱呢 这是一个东西要考虑的 你要签约的时候 做很多的research 你有没有任何的recommendation 那我不太recommend 我不是那么有钱的 Bill Gates还是Ellen Musk 还是那些人 所以我没有那个recommendation 所以你可以自己冒险 然后如果好的experience 你可以跟德州中文台说一下 那种我们可以往来方面推 建议人家说 有人说这个公司比较好一点 还是怎么样 对 是 好 我想我们在这个关于在太阳能 这个solar的方面的话 听到查理为大家做了分析 这也的确是在上一次 我们和查理讨论过的 因为在现在 我不晓得查理那边怎么样 最起码我这边呢 我可以知道的就是 电力公司要跟我们renew的以后呢 你的这个电费一看啊 基本电价 它的花费是跳了最少一倍 最好最少会double 比你以前的要double 如果你签的是一年或者是两年 现在要准备renew的话 你就算去shoppingaround 大概也不会再找到 你原来的那一个电价了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 所以是否要使用solar 这个太阳能就像刚才查理特别 也跟大家讲 在签约以前要做好应有的 这个研究啊 多一些的research 多一些的了解 才知道你到底这一签下去以后 对你自己在未来的任何问题 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保障 好那么查理 我想我们接下来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问题方不方便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好啊 好一个呢是关于 有一位有听众在问的是说 你知道我们不是都有这个保险箱 不是那个safe box 就是我们的电箱 应该讲叫做电箱 通常是在房子侧边 或者是在后院 你在墙壁上有那么一个大电箱 那么电箱里面的话都会有 就是各个我们的电器大的application 它都会有特别的一个开关在里边 那么有听众在问就说 结果他在这边发现就是 电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这一个 有一些插座 我们在房间的插座 不work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work了 好结果请 就自己看 或者请这个technician去看 说你怎么你电箱后面的 某一个保险丝 它断掉了 就是它是被刻意的 好像就是不接或者是剪断了 那我想问一下查理 这种有没有是特别的原因 要这样子做呢 还是这根本就不应该如此做 就应该把它给 就是connect回去 好像1990年以后的电线 都是copper copper中文是什么 铜 OK铜 以前的好像是aluminum OK 以前的 以前的是 有时候是aluminum 没有ground ground就是那种 如果上面有雷打雷的话 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ground的话 你的iPad在charge 还是什么东西会烧掉 OK 所以有很多的因素 你要看这个房子是 用什么 什么种的电线 OK 可是人家不可能可以 没有关键 就拿一个剪电线的东西 把你剪掉 OK 有可能是太热的烧掉 可是那个可能性也很少 OK 如果是在那个service box 像Pamela说的 是在外面 还是在garage里面 还是在后院 那个会断掉 是很难的 OK 可是呢 如果一个社区 比较新的developed社区 还是比较常常 Centerport常常修的社区 一下子停电 一下子又电 一下子停电 一下子又电 你知道吗 有时候叫做brown out 还是black out 就跳 我们讲说会一直跳 对对对 那个时候 那个电是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所以那个电线也会 会膨胀 又会缩 膨胀又缩 你看不到 OK 可是那个 那个电线会degrade 会烂掉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 I don't know 对 可是呢 你如果问我说 OK 我在kitchen 因为kitchen里面 有两个circuit 有两个电线 要拉进来的 OK 如果有一边的话 没有电的话 有可能是你的GFCI 不是坏掉 就是要reset一下 GFCI就是有一个 像插头 可是有一个 TEST跟reset 的button OK 这个是避免水 进去插头里面 如果水有进去插头里面 它会跳掉 因为电跟水 就是不太合 因为 非常不合 Charlie不是不太合 那个是 这是完全不合的 完全不合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这个的功能 OK 所以 你就要看看 这个是 什么原因 对 OK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 另外我也是讲到了 电 就是听众就说 为什么这个 家里边 有的时候 你开了这一个 你在用这一个 电器 然后呢 再用其他的 就会 就是说 你好像 电力不够 你不能够同时 开这一些 家电 否则的话 你在用这个 或者同时用那个 他就会跳电 就会断电 他说 这个是代表 我们的电 这个电不够啊 现在那么多的电 那么多的appliances 是要用 结果原来的design 不够 可不可以 把它再变得 upgrade 它这个 这个电力 变得更大一点 更多一点 OK 所以是这样 OK 呃 我有两个问题 所以我先回答 第一个问题 呃 在kitchen 我在猜这个 听众 可能在 呃 厨房里面 嗯 有microwave啊 有toaster啊 有呃 现在什么东西 叫air fryer啊 有toaster oven 如果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有两个circuit 两个circuit 就是说呃 从从kitchen 到那个电表 OK 有两个线 两个线的后面 是有两个breaker breaker就是黑色的 那个东西 如果跳电 你可以变 过去就 就又有电了 那个东西 是20个amp OK 嗯哼 如果这些机器 多余的20个amp 那个就会跳掉 这是避免 那个呃 那个电线会烧掉 因为电线是从 从 呃 20个amp的 电线 有一个的size 有多大 OK 如果太多电过去的话 那个 呃 电线会烧掉 OK 所以我们回答那个第二个 呃 问题 呃 还有 还有一个地方 呃 抱歉 还有一个地方 如果你在厕所里面 你的 呃 一个女儿 在用吹风机 楼上的厕所 你用一个吹风机 那个电线 OK 那个GFCI的那个电线 是一个电线而已 做两个吹风机 一定会跳掉 所以就等于就算 我们家如果说 某某某某某个房子里面 五个浴室 浴室 五个full bath 然后里面有三个 或者四个 同时都有人在 用吹风机 那 吹风机的amp很大 一定会跳掉 那为什么旅馆里边这么多 一层楼 十几个房子 几层楼 大家一起用它也没断呢 因为旅馆每一个房间 都是自己拉电线过去的 OK 在房子为了省钱 为了 他们盖的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知道如果 一个房子 我不要说五个厕所的房子 我不知道它怎么盖的 可是如果是两三个厕所 他们的电线可能 也许都是去一样的 那个breaker 在那个电表 OK 所以刚刚有一个听众问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变大 OK 刚刚我说 如果20amp 20amp的电线是一个size OK 所以你如果要变成30amp 30个amp 你要把全部的电线 换了比较大的电线 才能用30amp 对 所以代表你要把墙挖掉 把电线从那个地方 绕到电表全部换掉 你就会换成30amp 通常这种机会 通常这种机会 我们说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change upgrade的话 cost多不多 你要把墙挖掉 你要把电线拿掉 你要把墙补起来 tip and floor 还要整个墙还要paint prime 这需不需要 我们需不需要申请 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permission 可是呢 如果要做这样子的话 代表 OK 我在想legally OK 就是违法的 只是你想要一个插头在garage 给你的电车插进去而已 我还没有听到有客人还是观众 要把这些像kitchen还是bathroom的电线把它变大 因为大部分你不会一起用这些appliances OK 如果这个观众是 因为一个kitchen有两个GFDI 对不对 所以你也知道 你把一个GFDI拿掉 你就知道 这个GFDI管 这个这个这个的插头 OK 另外一个GFDI是管 这个这个这个插头 你就不要把 这两个要同时用的机器 放在一样的电线 这样子 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观众的问题 可是吹风机我没办法 吹风机就学的 吹风机就另外再说吧 对对对 如果有男生 男生不用 吹风机不用看头发 也许 OK 我不用看头发 你可以把那个吹风机拿进去 房间的插头 换一个 换一个地方 OK 所以 要用厕所的插头就可以了 好 吹风机也是 another story 好 我们另外看 好 我们节目还有大概 一分半钟的时间 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是 regular的house regular的我们的house 的这样子做法 现在呢 家里边人口多了 我要把garage 把它变成另外一个room 或者我要把addict 变成另外一个room 我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room 里面我就要放 可能另外要装 要把 就有电 要另外拉过去 有这些插座 这些东西 甚至于可能还要再加一个冷气 window的这样子的冷气 这种情形的话 我的原来的setting 我原来的original的这个电线 是否这个电够 还是我必须要另外做 另外弄 OK 所以呢 addict大部分都已经有一个插头了 OK 你如果这个房间你住的话 一个插头就够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插头拉电线 OK 可是呢 插头拉电线代表 你如果有很多东西插进去 也许会跳 因为它只是一个插头 一条电线 对不对 如果你需要多的电线 你就要从电箱 那个service box 全部拉上去 OK 那个冷气很简单 不要用那个 不要用那个window的冷气 因为window冷气 你用的 不一定HOA会来跟你说 不能放那个 因为很丑 OK 因为顶楼大部分你的冷气 已经在上面了 OK 从那边再接个管子 很简单 OK 然后 因为addict 顶楼很热 你如果要把那个变成furnished 你那个顶楼 顶楼加你sheer rock中间 也许要做很多的insulation 因为这个隔热面 这样子就 就比较舒服一点 对 Garage呢 Garage也可以做了一个房间 可是你 我要问你 你Garage做还要 一定会留着 对不对 OK Garage大部分 那一个Garage是铁的 OK 铁很容易传热 所以Garage 那个也可以装一点insulation 因为 然后 那个 就会隔热 OK 大部分 大部分 电表是在Garage的附近 OK 所以那个电你可以拉怎么样 都没问题 OK 可是有一个东西 Garage的地是鞋的 对 对 是的 所以你如果把水倒下去 那个水会流下来的 OK 所以你如果 那一个房间 不 不考虑到 这个 有一点胁迫 你可以 做一个房子 做一个房间 没问题的 OK OK 好 所以呢 朋友们在今天 我们和Charlie 和Charlie Brown 带给大家 关于在 从Solar Panel 这一个 这个Solar 我们的太阳能板 开始 太阳能节约 用电开始 一直到 回答听众朋友 关于家里边多一个房间 这个店 要怎么样子 安排 这一些事项呢 再次谢谢Charlie 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Charlie 带来的讯息 希望在这个 下个月 我们还可以 我们应该还可以 再继续和Charlie 空中讨论 再次谢谢Charlie 谢谢 OK 没问题 大家 大家 躲在房间里面 吹冷气吧 都一样 OK 我们下个月再聊 谢谢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